其實我們也是真的有用心 去學日文的 確定 不是… 不用嗎 不用 只是當我們緊張的時候 我們會不知道怎麼講 有一次我跟我媽 去到一個就是日本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就覺得說 日本的甜點非常有名 我就跟我媽說 媽 我要吃甜點 因為我們就Google 然後說哪邊有好吃的甜點 結果後來我們就找了那個土 然後就做捷運 做新幹線 做什麼京兵東北線這樣亂繞 換來換去 對…換來換去 就真的被我們爬到那個地方 可是我一去看那個地方 我就覺得它很怪 它不像甜點 不太像甜點點 它突然雖然裝潢的是還滿 可愛 對 就是好看… 可是為什麼旁邊會有一些 對 那我們就 是人形地盤嗎 不是 就是它牆壁上貼了很多 男生 我本來想說 可能是隔壁加電的啦 是廚師 不是 我們就想說 為什麼貼那麼很多男生的照片 廚師Simon 還有店員 因為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小潔妳不要進去 我覺得好像怪怪的 它好像不是正常的店 我就跟我媽說 妳不要這樣子喔 我日文不好 我英文也不好 可是巧克力我會拚喔 它這邊門口有一個 巧克力 也有一個 然後我媽就說可是它是 那個名字是放在男生的 那個腳底下的 會不會是他們的名字 我就這樣也很合理啊 你知道日本現在流行就是 很帥的男生去幫妳準備甜點 對啊 像男廚店這種嗎 對 我說我們上網查了那麼久 雖然我們也是拼拼臭臭的 但是巧克力跟Simon 一定是沒有錯的 好… 結果我媽就說 好 那我們就點餐 服務人員就出來了嘛 然後我就說媽 妳閉嘴 我來 我可以 又妳來啦 我可以… 我真的要這樣 媽 妳閉嘴 我可以做 對 我可以做 妳點了Michael跟Jordan 那次服務人員說 巧克力和甜甜蛋 然後那個服務人員就說 OK… 然後他們就進去準備了嘛 我就想說 為什麼不是先帶我們進去等呢 應該要先帶我們進去坐著 喝一點水等嘛 然後就等了大概三分鐘之後 出來… 巧克力跟甜甜蛋啊 對 我跟你講 巧克力的就是像 黑黑的 黑的 甜甜蛋就是像那個 那個白 很白很白 細細嫩嫩的男生 結果後來換我覺得害怕了 可是因為那個 我就很想進去 當然想進去 她一直這樣 不可以講 就是這一家 就是這一家 而且就是覺得找對了 媽媽鄭重下懷 妳就知道她這個怎麼知道 很熟悉的 點了個吉拿棒 巧克力吉拿棒 我已經覺得很怪 我媽還要進去 因為那個巧克力 我媽就一看到他們 就說她要巧克力 然後那巧克力就摟住我媽的腰 然後我媽就說OK… 我就說OK 妳個頭 我就把她抓走了 還要吃嗎 還要吃虧 我… 那就要吃虧 我… 我… 完蛋了 H-